各位好,今天6月19号,我是五位三人,吃了吗年代 先说个突发的新闻吧 就是今天早晨呢,在上海某地铁站 有人呢,拿刀捅人,捅了好像捅了三个人 那人呢,54岁,就捅人这人 捅伤的这些人呢,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我个人估计呢,还是属于那种 类似于报复社会吧 这个随机的捅这些人 然后造成某种社会影响 这为什么想说这事呢 就是原来我在说这样的社会事件的时候呢 就总有人,就是说散人呢 你是属于那种叫什么,贩卖焦虑 对吧,其实怎么说呢 我不是在贩卖焦虑 他把焦虑在那摆着,他又不归我 对吧,我卖给你有啥用呢 他产权又不是我的,对不对 实际上而言,我有两个判断 就是一直在跟大家在说 第一个判断是因为公共建筑啊 中国的质量很差 这些年呢,可能因为头些年开始这种大规模的 就是所谓的基建狂魔嘛 然后他建筑这样差 这些年呢,开始已经进入到了这些 原本不应该到使用寿命 但是实际使用寿命已经到了这个时期了 在公共建筑这个公共设施这个领域里很有可能出问题 这个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而且还是这几年呢 政府本身的这个财政又不太能够能支撑 所以他首先会减少的这个投入啊 就是在这些公共设施的这种维护 就是包括他的巡检呢 包括他的更换呢 然后这些维护上他会给你偷工减料 这个会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 他整个把这规矩 就像我一个朋友说的 他把这规矩给坏了 就是这个规矩没有了 原来我就半年就要换一次 你现在变成一年换一次 甚至于他一年都不给你换一次 所有的这些东西 这些部件啊 或者是说这些维护的这个流程啊 它是有这种设计冗余的 但是呢 它不可能是这么大 而且长年的这样 让你处于一个超不合运转的状态 所以呢 在公共设施这方面会出问题 这是一个 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那第二个判断是什么呢 第二个判断是随着这个经济的这种下行啊 然后很多的社会矛盾会暴露出来 中国呢 虽然是一个进枪的国家 但是你毕竟不能够把所有的任务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刀啊 刀啊 或者剪的啊 甚至于你自己磨一管叉 对吧 这是当年我们打架的时候经常用的这个活 那这个玩意儿你进不了吧 你不可能真的是把所有人的菜刀都给拴菜板上啊 你家里的菜刀你也不能拴菜板上 对吧 那你能进得了吗 你进不了 那现在中国呢 也是大半个车轮上的国家 那车这个 汽车那东西几吨重的玩意儿 它不比枪插哪儿去 真的 那个一脚油门下去 那往人堆里扎 真不是什么 真不是什么 说是小事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日子以来 那你看经济好与不好 看统计局是没有用的 你要看这些东西 这些事件 它发生的频次是不会高了 对吧 因为我跟大家说过一个标准 就是说 你看在国内 你看它的开车 利器会不会更重 这是一个标准 另外你看它这种 无目的性的 普遍的独狼型的这种 对于群众 就是无辜群众的无端杀伤 这个包括车 包括拿着刀捅人 会不会更多 对吧 你现在可以明显看出来 有人说这是因为网络传播 更有利 然后大家都 人都知道更多一些了 并不是 带摄像头的手机 以及社交网络 不是今天才有啊 他妈的中国那个微博是08年09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了 对吧 社交媒体就有了 那论坛就更早一些 论坛是2000年左右就开始开始有的 那这些东西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不会说这个时间段 它才能够说传播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这个很正常的事情 你包括短视频的平台也不是今天才有吧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像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 不是我不是凶的我贩卖焦虑 焦虑在那摆着 焦虑在那摆着 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个原因是什么 最多是照如此 至于您是不是把焦虑拿回家 这光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理解这事吧 所以说呀 我还是那句话 上班什么的 这是真没办法的事情 你总得去上班 对不对 你八点多你在这地铁那上班呢 那你或者是说你出来开始办事了 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但是呢 只要是 只要是这个 怎么说呢 没有什么必须的事情 少往人多地方凑合 这个我相信各位应该能够 如果在国内生活 或者是说临时回国什么的 你应该自己把握一下 这个跟焦虑没关系 这是您保护自己的一个方法 不是说这个遍地烽火 对吧 你可能你在那走着 你一辈子 那谁能碰到 一般人谁能碰到这事 碰上就倒霉而已 就大概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事 那另外一个事呢 另外两个事啊 是跟大家聊两个外交上的事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前两天 大家都看到一个视频流出来了 有一位长得比较 就是比较乡土的一位大妈 对吧 然后呢 就开着一辆有外交牌照的 牌号的车 停在一个不该停车的地儿 结果呢 这个人家说你不能这么停啊 他就说 你知道什么叫外交豁免权吗 结果这样 今天我一看道歉了 对吧 这哥们是什么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的 好像是个头 对这这女的 呃这个道歉呢 你听着听着呢 也都是瞎唧巴扯那种道歉 没有什么实质这种 这就无所谓了 咱就听听就算了 你也没有去 你也没有这个本事去把它给 你去把它给撸下来 那这个事情到底 就是好多人在讨论 说这个呃 怎么就外交豁免权这么牛逼啊 或者怎么样的 其实实际上来讲啊 就是各位你们可能不是特理解 外交豁免权这事儿 像这种组织啊 他他是他其实他其实说白了啊 他叫蹭外交豁免权 这个人呢 他实际上来讲 他是在国内 就是他的这个室友 他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呢 应该叫做直级的 然后呢 被派驻到这样的这种机构 或者是他组织成立 或者是怎么说呢 应该是成立这个机构 由中方来派驻这么一个人 在这作为某种某个领导 在这存在着 所以呢 像他这种这种机构在中国呢 是有外交牌照的 那就是他的车是没外交牌照的 但是他的这个豁免权呢 跟那个实际的真正的 就是应该叫什么呢 应该叫做这个 应该叫做真正的外交 那种国家型那种东西 它是两个概念 这是不太一样的 而且还有意思是什么呢 即使是说呀 他作为这个机构的这个人 他在境外 比如说你是亚太的空间合作组织 那这个有些国家是承认的 有一些不承认 对吧 你比如说承认的 亚太嘛 那你在日本比如承认的 OK 好 你在这个其他的国家 你具备这种外交豁免权 这个是个人 那没有问题 你只要承认这个 你是一个类似于外交的这个组织 这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要是说 你在自己住在国 就是你在本国 你的国籍是在这个地方的 你并不享受 你并不享受这种所谓的 所谓的外交豁免权 除非你的国籍不是这个 这就像什么呢 你比如说 你再怎么牛逼 对吧 你比如说美国 美国驻华的驻华使领馆 你再怎么牛逼 你在中国 你可以享受外交豁免权 你回美国你试试 你该停 你瞎他妈停车 你开着自己的车 或者开着 开着美国政府的车 你如果是在你不允许停车 就要你停了 而且是你的这个牌照 并他权力并不覆盖这一块 你试试看 照样给你脱补 这个在本身自己原国籍的国家 外交豁免权 是没有效果的 他只能够说 是你住在国 你是有效果的 你理解这事吧 所以说呢 你这像他们这样的人 就是说 他完全不懂这件事 他拿着说事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外交豁免权是这样的 就是他基本是随身的 他是由人身 然后呢 延展到他的本身的这些财产 或者是其他一些法律 法律上的东西 法律上的这些 包括纠纷什么的 你单纯一个车 不是谁开一辆车 外交的 外交的这个车 你都具备着外交豁免权的 即使是美国使领 就美国使领馆 他也不是每个人 都具备外交豁免权 所以您理解这事吧 所以呢 像现在就 好多这个就是媒体报道 说外交豁免权 如何如何 都是瞎扯 他没闹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且说白了啊 他再怎么具备 外交豁免权 他有一件事是正常 就是说你具备外交豁免权 一计职权 你把他鼻梁鼓给菜舌了 那说白了 也就是叫做你袭击对方 对吧 也不会说因为他是外交使节 或者是说他具备外交豁免权 你的这个罪就更大 你理解这事吧 就是他依然是他指他本身 他那个他有一定的特权 但是并没有说他这个特权凌驾于很多的其他的权利之上 他不能够凌驾于这个这种法律 你比如说我帮你一拳把他给菜了 那能怎么样 你只要是你别给人打出一个轻微伤来 比如说或者说你打出一个轻微伤没事 你别给人打出一个轻伤几级 这个你最多也就是说让你在拘留所里待15天 对吧 这只能是如此 他不会因为他具备外交豁免权 就加重你的刑罚 这也就是为什么北京这块 因为北京这块虽然是说人老说 就是你看像我是北京人 老说你们北京人他妈就唇装逼 对吧 就天天的瞎吹牛逼或者怎么样 为什么北京人他是这样 他因为见的多 你看这回直接拦下来就不拿他当回事 为什么 一个是这女人的长相 说白了过于乡土 大家都觉得说 你他妈哪找这外交豁免权去 你不觉得怎么着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说北京人确实也见的多 你别的 你长安街掉头 你有外交这个牌照 你长安街掉头 那是长安街警察的事 但是你跟我这儿 你别跟我这儿臭牛逼 大概就能够给你 你跟我这儿牛逼没用 对吧 我不管你是怎么样的 老子不处你 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原来我有个房子 就是正好是在那个 就各位你们知道 那叫八号公馆吗 北京八号公馆对面 就正好是对面 那个小区 那小区住的 全都是各个外交使馆的工作人员 各使领馆的工作人员 第一层工作人员 全住那儿 见太多了 谁他们拿你当回事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像这样的这种事 国内好多人 把特权这东西 他经常愿意用 原来这个车牌照的这事 是一个在很多人心目当中 拿到这样的特殊牌照 是一个特别牛逼的事 我原来跟大家说过 就原来我在国内的时候 我不是有过一个奥迪A6L吗 那个车当时 当时人家跟我 我跟大家讲过两次这个事 就是就直接人家跟我说 说哥们你这样得了 你掏点钱 我给你挂一武警的牌子 你长街掉头肯定没事 我说我他妈有病 我长街掉头去 是不是犯不着 然后那个牌子当时多少钱 掏三十万 我那车才他妈五十多万 我跟他捣什么乱 就是说 而且车那会儿这牌子 就是你如果挂这牌子 这个车不在你名下 在哪呢 在武警那边的名下 您理解这事吧 就是说这车产权 其实不是你的 咱又不是那种特有钱的人 对吧 你又鸡贼 然后你说这车 我买一车 然后呢 结果这牌子呢 这个连车带牌子都不是我的 我弄这车干嘛 结果没几年 大概有个三四年的时间 然后转手 就不让再弄这种套牌 就挂这种牌子 是真牌子 这不开玩笑 那是真牌子 然后呢 不让弄这种牌子 而且是把包括军队 包括武警 包括警警察 他所有的这些 这个豪车 全都给弄掉了 那些 这那些年 就因为我这些年 没在国内啊 我也没太在意这事 大致回去的时候也发现 就是挂着这个军警 县特这个特殊牌照的 这个车 基本没有特别豪 就没有豪车了 如果有 那他基本上也是属于那些 就是说有那个级别的人 他可以 可以开这个车 但是呢 像这种特殊牌号 牌号的车呀 排照的车在很多人心目中中 依然是某种地位的象征 那好多东西到哪了 就到这种这个所谓的这个使领馆 就是具备这个所谓的外交货面权的 但是实际上 这是北京警察是不跟你较劲而已 他要真较劲啊 你很多的这些人的这个挂这牌子 包括像在北 因为北京大量的这种使领馆 以及国际组织扎堆的地儿 那挂这种牌子车是很多的 像这所有的这些牌子 交警心理 就是培训上岗的时候 都是心里有数的 他是你是哪个组织的 或者怎么样 然后他真正的使领馆的车 让你挂这些挂这个挂靠这牌子 很少 非常非常的少 但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所谓的这些国际组织 具有准外交地位的这种东西 在这挂着这个牌子 在这吓他们 警察不跟你较劲 算你走运 你也别太过分 你真跟你较劲 你这些车扣你 有可能扣不了 但是你人 你要是说你就是 你是中国籍 你在这块 你在中国的本土 你是不具备外交豁免权的 哪怕你是 哪怕你是在那些机构里工作 你理解这些事 想弄你照样弄 他只不过就是 大家都遵守一个 就是灰色地带的一个界限 不这么较劲的而已 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 所以那女的就是 就我觉得吧 平时可能是牛逼哄哄太习惯了 就没想着 真的你真别在这种地方 瞎他妈弄 你那个组织 虽然是半官方性质的 这种所谓的国际合作组织 或者怎么样 但是真把你弄了 你一点招都没有 所以为什么马上就得出来道歉 也是这个原因 还是根他妈不够硬 说白了就是如此 大概这是一个事 这是一个外交上的事 另外一个外交上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这回李强去澳大利亚 虽然是说给人送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免签 对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承认自己对于澳洲的很多的这种贸易的封锁 实际上失败的 因为其实我们特清楚啊 原来我们所谓的做很多的这个外贸 澳洲给中国的啊 不光是葡萄酒 对吧 也不光是奶粉 它还有很多矿产呢 那矿产 你看中国 你本来是要找一些替代替代的这种资源 结果找不着 那还得从澳洲进 这一回呢 就是打算着 哎 我又借着这回这个访问 我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给弄好了 咱就别再什么较劲了 我给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免签 然后呢跟你把其他一些原本的这种限制给打开 大概就是这样 包括这回李强走了一趟 基本上是干这活去的 敦目敦目友邦 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那就在这种情况下 原本咱说起来的 你要是说这个重点都应该在什么 这个两国友好啊 或者是未来的关系如何 结果发现更奇怪的事 原来有一个叫成磊的 成磊的这个女士 在2000年的时候 2020年的时候被抓了 她因为是号称是 因为她本身是澳洲籍嘛 是中央电视台的 好像是环球的什么一个电视的一个节目 聘她 因为央视啊 有很多外聘的这种员工 就是她具备着外国籍 但是呢在央视里在工作 就像就像我们原来中国日报也是一样的 中国日报有大量的这种外专 就是所谓外国专家 他要给你去把这稿子把关 并且呢帮你做一些资料收集啊 以及跟外刊联系的一些工作 这个呢是这个是必须有的 央视也有很多这个 有些央视这种国际频道或者怎么样的 然后呢就把这个2020年的时候呢 就把她这给抓了 这程雷女士 抓了以后呢 就因为她说不当泄露国家 中国的国家机密 正经说这件事情啊 说白了有没有泄露或者怎么样 其实你不用太想这件事 太想这是是真是假 这个你不用特别想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实际上而言是中澳关系并不好的时候 基本上来讲抓着你一小点 还算是人质外交的事情 就给你弄 然后呢三年多之后 就把她给又给放了 年轻就又给放了 你要真是说什么 你不就给判了吗 不是给放了 回到这个回到澳洲 这回李强在的时候 来的时候在那签协议啊 或者怎么样 这程雷女士呢 因为在那个 好像是被澳洲的天空电视台给聘请 作为这个专职的记者 与专栏作家 在那块也去了 两个中国驻澳洲使馆的人 低级官员 就在那 在拦 就是遮挡 用身体遮挡成蕾 让他不出现在镜头这 或者是说 不让他去有任何的 能够出现 比如说 忽然站起来一嗓子 说李强 你们他妈就是一帮臭傻逼 比如说 说着这种话来 你们就是一帮绑匪 对吧 臭傻逼有点太粗俗 也就是我这种操老爷们说 那比如说 那个李强 你们就是一帮绑匪 共产党你们就是一帮绑匪 怕在他出这种事 那就给遮挡 结果澳洲的 也是政府官员 也是一个姑娘 我看着就跟他们去说 说你不能这么干 让他们躲开 这俩人不动地 然后另外一个澳洲记者 就跟程磊就换了个座位 就把这两个中国的官员 那个位置给让出去了 这俩结果又要去遮挡 用身体遮挡 就特像 原来堵枪眼 那是谁 我忘了 因为中国的这些英雄们 我也不太都记得住 应该不是董存瑞 秋季光 那是给烧死的 算是这也不重要了 反正就是堵枪眼 就去堵枪眼 结果澳洲官员 自己夸击就给拦了 我刚那看 居然有中方使领馆的人员 去扒了澳洲官员 澳洲官员就是不动 结果两个澳洲官员 两位女士 给这俩人全给堵到旁边了 像这样的 然后结果 澳洲的领导们 包括像澳洲的外交部的部长 黄英贤 黄英贤就直接 就对中方提出了抗议 各个媒体 把中澳的这次外交行为 就是这个外交行程 重点全放这了 他取得什么成果 你是单方面的免签 然后如何如何 没人关心 就要关心成这样了 这就是 为什么有人说外交无小事 这个也确实在如此 因为你也拿不准 你问你从哪出的名 你这个小 你在你看来的小事 在别人看来就是大事 这个就像李强 在那个新西兰说的是 虽然我们两国 这个社会制度不同 但是我们有非常多的共同点 这纯属骂人吧 新西兰跟你他妈的 能有什么共同点 对不对 你要都说是人类 这我能相信 确实 对吧 但是除了这点 我真的不是很知道 到底有多大的共同之处 所以 那你在用你的这种模式 来去做其他的 做这些事情 那别人可能看你 就连人都不算 你算一猴 大概你就是 你或者是说你算人 你就是是什么人呢 是学会了用刀叉吃人肉的野蛮人 就中国现在的外交 给所有的这些人的印象 都是这个 你把这个程磊这种人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懂分寸的人 他能够去中国的这个 中央电视台这边去供职 那你他就 你就能知道 他经过很多的考察 他是懂分寸的 尤其是他本身是澳洲籍 他在澳洲这一块 他就是不给这个 不给你李强面子 他也会给这种 给他自己这边的领导人 多少给点面吧 对吧 他不会当时给你 熬一嗓子跳出来 但是在中国这个来讲 中国这个外交这帮人来讲 他所理解这些东西 文明的这种方式 他是不能够理解 在一个自由民主言论 言论开放的社会 这些人会有什么样的自律 以及这种自 以及即使超越这种自律 那是有多少的这种 这个宽容度是给他们的 这是中国这帮人永远理解不了的事 所以就是他中国的外交 我一直就是说 中国的外交是一个学会了 用刀叉吃人肉的野蛮部落 所掌握的一些东西 而且还有一些是什么呢 中国外交是一个面子外交 就是说他所有东西都在面子上 你看他每一回去 这回像去澳洲 对吧 像在澳洲这个地方 组织当地的华人 尤其是给钱 钱没给得了 后来没给成 因为这个钱都是各个 就是所谓的这种什么商会 同乡会 什么这些留学生协会 这么给 这么弄出去的团体 这些都是由中共在背后支持的 然后呢 这些要这个面子 然后要用这个自己 这个大幅的国旗 对吧 那个这个 这个新务事扯淡旗 然后呢 去遮挡什么 其他的打的旗帜与横幅 甚至于还会 还会参加一些 掺杂一些的肢体冲突 那这些呢 都是面子一部分 还有一个面子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一定要不让任何的行政出问题 但是这 这是因为中共有一个最大 最大的软肋 他在国内他不显 当然在国外都特别显 他特别害怕任何情况下的 面子上的丢失与挑战 因为他不是选上去的 选上去的 民选的这帮人 对吧 你看 有几个 有几个在乎这事了 脑袋上帮击挨一鸡蛋 直接 直接那个生鸡蛋 就磕他 磕那哥们脑袋上了 能怎么样 你最多袭击 对吧 你能 你能如何 这个在国外政客里 这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 被骂的 你看小土豆被骂多惨 是吧 那直接直接骂他骂多惨 包括像是美国的这些 这些政客被骂的 那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中共因为他不是一个选举上来的 这种人就必须要面子 他的任何尊严的损失 其实都是对他执政 执政合法性的质疑 如果他是选上去 他不怕 因为你再怎么样 这个世界上都有一半人 就是我这个国家里有一半人不支持我 没毛病啊 不支持就不支持呗 但是 任何一个这种非选举上去的 他遭受的任何质疑 面子上的任何损失 都是对于他本身执政合法性的挑战 那他是不能够忍受这方面有任何的闪失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像这种低级的这种实问官员 他会去干这事 为拿刀叉吃人肉 他为什么去干这事 而且这种事情也不用去那些所谓的这个叫做什么 就是大领导去安排 你李翔安排这个 他不会 他也不会干这种事 他是什么 这是由中国所有的这种 就尤其是这些年的这个外交上的这种中级官员的一个共识 他每到一个地方全都是一套 全都是一套体系这么安排 他一定会一定会是这样的 每个这个从事这种外交的这种人员都受过这样的培训 怎么去怎么去 尤其这几年学的更学的更多了 原来的时候 你比如说像中国的领导人出访 那一边是那个一边抗议的 一边是这个是举红旗的 这两边两者不搭计 大家可以那个 现在主动出击战狼外交 对吧 为了这面 他面子越薄的人 他就越在乎这件事 你知道吧 就是说他越面子越薄 越在乎 他就越在乎 越把这个当回事 他执政核法性越低 他就越在乎这个事情 所以这些年你就可以看到了 他已经开始主动出击的去遮挡别人了 在那个之前 好多年的时间里 他其实是没有到这个程度上 到今天他已经只能是如此了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 这个丢人现眼的中国外交 这个最基础的原因 他就是因为这个 因为吃人肉本身 甭管你是红烧 清炖 烧烤 还是你用那个镀银的刀叉 刀叉可以摆好几副 对吧 然后你喝着葡萄酒 终究一件事 人肉在这呢 说白了 这个就是你不合法 你执政合法性不多的这个原因 这就是最基本的原因 就这么点事 没什么奇怪的 好 谢谢诸位 跟各位下车继续